鲜明秋光明14號上午代表他的家族 展現善心任養新城鄉有332盞的光明燈 要照亮新城鄉路燈 新城鄉公所特別舉辦任養捐贈儀式 鄉長何禮台也贈送感謝狀 這場路燈任養儀式是在早上上午11點 在鄉公所舉行 包括新城鄉民眾服務社理事長詹平錫 鄉公所名書李框瀚 建設課長歐陽金福 才在更長黃美蓮等人參與見證 於是簡單隆重 鄉長何禮台表示 這項盛聚意義的光明燈熱養活動 前後已經有19年之久 同時又獲得各界善心人士的熱熱響響 尤其今年到目前為止 熱養展述已經達到去年度的整年 令公所深為感動 他特別感謝鲜眼秋光明年年動員家族慷慨解囊 今天特別秋光明 帶著家族 對於整個新年鄉的光明燈的熱養 總共熱養今年就是332攢 是創個人 過去在108年109年11年 就是110年今年是熱養最多攢的 我想它的意義非常非常的深遠 除了身為民意代表女生作者 來照亮馬路任養光明燈 所以這一次秋光明議員的家族 集資任養了332攢 希望花蓮縣各界亦肯定以外 現象的鄉親 特別對他這樣子一個善想表示肯定 現在秋光明表示 他在15年前動員家族來燃燃光明燈 逐年擴大獲得家族的熱烈迴響 燃燃展數明顯增加 紀念度更增加332攢之多 這個非常有意義的 而且我的親戚回到花蓮 看到他們的名字非常高興 因為他們說北的鄉鎮沒有做這種活動 來到我們新城鄉看到 哇 路燈任養 我們公所還弄一個名字在那邊 而且是一年的期限 不是幾個月 所以他們贊助得也非常樂意 所以每年一到開始任養的時候 我的親戚就會主動的來跟我聯繫 所以今年找到我們的親戚裡面 總共有332攢 來贊助我們新城鄉的路燈 也感謝大家能夠把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能夠推廣 因為真的講 這個活動如果說能夠推到我們整個新城鄉的話 大家會非常愛惜我們這個公務 因為表示這個光照新秀明亮啟程 那前面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謝謝 憲英球光明表示 家族常年支持光明的政策 讓他是深感欣慰 更希望能夠喚起再多的各界企業 三星人士等等 一起來響應光明照新秀明亮啟程 深居於的活動 有些人上任之後 對新人下的建設可以說是相當努力 每年的建議款600萬元的經費 投入在新材廂來監測的地方 希望能夠共同與新人相公所 達造最幸福的城市 記得喜歡 請下載